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是将本身吩咐扎实的一个工程开发的经验 结合海内外所有意投资美国的投资者 有的希望能够得到绿卡 有的希望单纯是从投资的角度 作为回馈自己的投资的结果 然后呢共同开发大型的商业地产开发 那么我们在访问Joe之前呢 希望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Regional Center的网站 这个域名呢叫做 www.univrc.com 这个就是证明了 Joe Wu他们的公司在去年9月 已经得到移民级的正式的批准的一个 EB5 Regional Center的网站 好 Joe 我们现在来开始讲一讲 EB5其实已经开始很久了 但是自从在2007 2008以后 好像特别火红 这个的发展史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可以归根就里就是从1992年开始的 这个美国国费通过了这个EB5的这个投资荒案 那么希望能够引导这个我们国内 这个外国的人士 有兴趣移民美国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最短的捷径 是这样子 最短的捷径 OK 从1992年开始 当然我们都知道原因 为什么最近这么吸引海外的投资朋友 因为美国的房地产商业楼宇 已经显示出来它真正超低的价值了 好 那在最近几年 EB5的原则有没有任何的更改 原则上是这样子 它有特定的社区 叫做TEA Tagged Employment Area 那么我们的那个EB5呢 是符合这个TEA Employment Area 所以呢我们只有50万 就可以提供给这个移民 有自移民美国的这个投资者 很好的一个投资管道 它有50万也有100万 那么50与100万的这个中间的区分这个界线 至今还保持不变是吧 对 这个50万的话就是说在Unemployment Area 就是说失业率高于全国失业率的150% 那么我们中国地区呢 大概就是符合这个50万的投资 那么我们的矽谷的地方呢 因为这个失业率比较低 所以大概需要100万 OK明白了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假如说打个比方 来便利于朋友们来计算 如果说 如果说全国的Unemployment是10 当然现在是8.3 那这个特定的地方就必须要是15%的话 这个地方投资移民就可以接受50万的比较低额的 如果说它并没有达到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的150%的话 它要投资的项目就譬如说矽谷弯曲 或者是旧金山还是要100万才行了 是的 现在最难拿到的投资 这个要投资移民的人完全是充沛得很 最难拿到的就是项目 对 Why so 这个工程项目是决定这个投资人的意愿 因为工程项目的好与坏 就是决定将来五年以后 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保证的这个绿卡的管道给人家 难道给这个投资人这个回缩 也是很好的一个考虑的因素 报处理 OK 那吴先生 在申请Regional Center 当然这些事情都要搭配很有经验的移民律师 来跟移民局来申请 可是如果说要谈到海外的资金要进来的的话 您也建议他们的步骤必须要经过他们自己的律师来做 那么在您这个开发商来讲 做有project的owner来讲 您必须要看到他们符合哪一些条件 他们这个投资的人是这样子 他们的资金一定要经过这个我们这边有律师 然后在国内呢 中国国内也有律师来审核 来寵物来制造他们 来寻找他们的那个资金的那个文件的合法 这样子 文件的合法化 那金钱是不是也要make sure他是clean money 对 这个钱的管道当然就是说 我们也经过有那个 在国内有那个税务局 他们能够帮他提供一些官方的文件 保证他们这些资金 他打到美国来的时候 这些是安全的 是这样子 OK OK 现在在这个众多您的项目里面 我觉得我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大的优秀的这些开发商啦 或者是broker啦 手上也有一些project 但是据我所知 就吴董事长您手上的project 可以说是覆盖的范围比较大一点 然后整个的project的unit price呢 可以说是原来的价值很高 但是因为经过了经济的萧条以后 都用比较低的价钱买进来 然后现在的呢 都已经好像非常的能让人来afford 现在呢 大家的demand也很高 可不可以开始来给我们介绍几个 现在已经在进行EB5的project 第一个我们先讲哪一个 我们可以讲在Starkton 在这个最近这个三四个月以前 我们收购了一个120单位的旅馆 在今年才收购的 对对 那么这个旅馆呢 收购了一个单位 我们才花不到2万块钱 一个房间才不到2万块钱 对对对 那么如果说要以我们土地开发上去盖一个旅馆的话 一个房间的话至少要4万块钱 4万块钱 对对对 这个是几年的旅馆 这个是1992年盖的 1992年20年的旅馆 对对 OK 这是很简单 扼要的先介绍了一下 但是据我所知 Starkton的城市都已经破产了哦 买到一个破产城市的hotel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假设 有没有危险 对于投资人来讲 有没有冒险性 冒险性是我们降低到最低点的 因为这个城市呢 它现在是很鼓励这些 尤其是EB5的投资者 来刺激这个当地的经济的建设 请不吝点赞订阅